最近国际新闻上面你会发现到 这金正恩的新闻好像减少了 是否它代表着 这个北韩飞弹的挑衅意味也降低了 其实实际上还并没有 但是北韩的这样飞弹挑衅的行为 现在让中国大陆实在有一点点不耐烦了 不过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参谋总长 他讲了一句话 北韩可能会进行第四次的核子试报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中国大陆老大哥跟美国 开始在商讨这个议题了 未来甚至不排除两韩会有统一的可能性 对 立刻现在外界很多媒体 他们都在嘲讽说金正恩最近已经很失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晓得金正恩这个人 他想玩心理战就是要通过媒体来放话 没有人理他 那结果最近你也知道巴士顿的爆炸案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的亚安大地震 所以美国忙大陆也忙 没有人能够理金正恩 所以他的新闻就被挤到那个角角边边了 甚至根本就没有了 没有人挤他的飞弹管你攀到哪里去 所以人家就讲说金正恩现在一定就不错了 而且我跟你讲 有很多研究东亚战略的专家就讲 这不是好事 为什么 他说金正恩这个人常常反向操作 就我们讲的啦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 他如果一直叫你就让他叫 那反而没事 你现在让他没有办法宣泄的话 他反而可能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喔 结果咧 行为这么偏差 什么极端行为立刻 就这么巧 来 前阵子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参谋长房峰辉呢 房峰辉跟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们两个碰面了 碰面的时候呢 结果 军方高层耶 这够高层了 对呀 所以他们讲的话就很有公信力 房峰辉就讲了 他说 他们接到的情知 认为北韩很可能在近期 进行第四次的核四报 真的要就要进行了 我想哦 导弹的发射那个威胁可能还没那么大 但是核四报那就威胁大了 因为你知道 美国一直觉得他们没这个能力嘛 是不是 那机制人就证明给你看 好 此外 除了第四次核四报 那导弹就放弃了吗 没有 来 一样 外界的媒体一样解读说 很可能会落在四个时间内 继续做导弹的发射 又有四个时间内 那不是等于又有核子四报又有导弹吗 来 哪四个时间 第一个 4月25日就是我之前一再跟观众朋友报告的 人民建军纪念日 再来4月30号 美韩的药音结束的那一天 再来5月7号美韩领导人会谈 第四个时间是7月27号 韩战停战60周年 什么 停战60周年都可以变飞带发射日 对他们认为很可能是在这四个日子 好了 那么中国大陆这边研究北韩的专家就讲 他说很可能啊 最后 朝鲜半岛的命运不跟你北韩南韩谈了 老贡跟老美自己谈 为什么 因为老贡其实现在已经对北韩很不耐烦了 你要晓得一开始朝鲜半岛出现问题的时候 本来老贡都是选择不讲话 后来棒一下 不准在家门口生事 有没有 对这小小弟已经开始讲出这种话了 而现在更不耐烦 所以他决定 老贡要找老美 来谈两韩统一的问题 你刚刚好好笑哦 对啊 统一的问题 这隔了60年突然之间拿出来说 两韩要统一啦 不是 北韩跟南韩才是主角吧 就是老贡跟老美要自己谈 OK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 金正恩跟普及卫我想应该都不会很满意吧 我自家里的事情 你不让我自己来决定 居然你们两个大国家自己要搞定一切了 对 好 此外啊 这个老贡也决定想找小金金正恩谈一谈 那金正恩的态度是什么 金正恩当然欢迎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要晓得啊 金正恩之前 你记不记得 普及卫不是讲说 我们抛开盒子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跟金正恩这边 来个南北韩双边会谈 对不对 美国也可以啊 是不是 那你看那金正恩是不是 但是藉由这件事情 现在全北韩的人民都知道一件事 都认为一件事 就是你看老美妥协了 南韩也妥协了 所以以后只要有人想跟金正恩谈 他是不是都可以讲说 你看都是他们要来求我 是不是 他都可以这样讲啊 是啊 所以现在老共同跟他谈 他说欢迎啊 反正现在北韩的内部的声音 都是认为是你们要来求我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多谈对金正恩是好事啊 为什么呢 我可以给你老美谈 我也可以给你老共谈 反正我们就表面哈拉一下 但实际上他最想跟的是什么 来 这张图片 他最想跟谈的人是蒲警惠 为什么 因为他一旦能够跟蒲警惠 谈的话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朝鲜半岛的命运就不会只决定在 你们两个人的手上 而是决定在我们两个人的手上啊 这才是他真正要的目的 他要的是主导权 最后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件事 还记不记得金正恩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的核武士是全民族共同的荣耀 我们要一起尊奉他为我们共同的资产 你还记得这句话吗 对 这句话其实像两面刃一样 等于就是告诉你蒲警惠 对我们两个人不要互相打来打去 韩国人不打韩国人啊 只有我们两个自己坐下来谈 朝鲜半岛的命运才会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啊 朝鲜半岛的命运要掌握在韩国人自己的手上 但现在中国跟美国说 不排除甚至谈谈两韩统一的问题呢 但是在此时此刻 金正恩一直对着西方在放话 是要发射导弹 要对于西方的文化非常的反对 但是呢 金正恩以前留学过德国 其实金正恩的骨子里面 他可是非常热爱的是什么 西洋文化 是 有一个叫藤本健二的这个日本人 他就初初爆料了 他说他从小看着金正恩长大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1982年的时候 他就经有朋友介绍到北韩开寿司屋 发现寿司做得很好吃 1989年之后就变成金正日的专属厨师了 对啊 藤本健二他是金正日的专属厨师 是 所以他跟金正日金正恩父子 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就说了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金正日金正恩 都不是都很反美吗 然后很讨厌资本主义社会吗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真的啊 因为他们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奢华 甚至你知道吗 金正恩什么时候会开车的 他七岁就会开车了 什么 七岁这么小就会开车了 他就在金正日给他准备的大宫殿里头 然后他还专开Benz 你知道 这么高档 然后七岁的时候就开始 开车技术已经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他七岁的时候 他个子太小 他踩不到油门 刹车 他们还为他特别设计 让他能够踩到油门刹车 然后让他在宫殿里头 开车到处乱化 所以你就知道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外表上 所显示的这么好像 非常的安平乐道 然后就非常讨厌资本主义 其实根本不是 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西方文化 他甚至讲过 他们不但是这种喜欢西方的 这些奢侈的物质生活 他们甚至还有很奇怪的喜好 比如说像金正日 他喜欢吃蛇肉 他有一个专属的做蛇肉的厨师 甚至他还喜欢吃什么 河马 河马也可以吃 老实说不是他讲 我还不知道河马有人拿来吃的 对啊 那么大了一只而已 只有非洲才有 我只有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而已 然后他说河马吃起来 很像鸡肉的味道 还满好吃的 甚至他还吃什么 他喜欢吃蜘蛛 等一下 蜘蛛 对啊 不会吧 看起来很可怕 对啊 昆虫 他照吃 他还觉得也要试试看 没吃过就想要试试看 同样的 他不但喜欢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还喜欢喝酒 金正日喜欢喝什么 金正日喜欢喝波尔多葡萄酒 这个是世界名酒 对 然后喜欢喝Johnny Walker 这是台湾卖的最好Lewski之一 对 然后他还喜欢吃喝什么 喝S.O S.O 对 所以他被号称是Hennessey的大户 你知道 因为他就喜欢喝S.O 喜欢这种高级享受 那同样的金正恩呢 他爸爸是这样 金正恩是什么 金正恩喜欢吃卡蒂尔的香烟 你知道 一样 他也喜欢喝波尔多红酒 所以他们都是 讲起来好像他们平常物质 都过得很朴素 怎么样 实际上他们私底下非常的奢华 而且非常有品味 人家懂得享受的 你知道 那更好玩的就是金正恩 他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第一个他非常喜欢Beatles 披头士 披头士的音乐 对 然后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骑哈雷机车 这怎么做西洋的代表作嘛 对 再来讲这个应该变得 像个嬉皮一样对不对 对啊 那你知道他更好笑的是 他非常欣赏S.O的范达美 S.O的范达美不是以那种 空手道的那种电影出名的吗 对 他非常非常喜欢看他的电影 然后所以呢 结果是洋片 对 所以有一阵子 金正恩自己在锻炼身体 要把自己练得像 圣克劳的范达美一样 这全身都是肌肉 可是问题是后来他要接政权 没办法 只要把自己弄得像他爸爸 像他祖父一样胖胖的圆圆的 那你知道人家年轻的时候 可是一生横练 真的吗 人家搞不好六块鸡 八块鸡都有 只是现在没有办法不得已 所以呢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金正恩是非常非常喜欢 美国文化的一个人 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 那所以这藤本建议他自称 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 告诉他什么 你真的喜欢打仗吗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想要打仗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你北韩去跟美国打仗 你根本就是自杀 找死 你知道 你不如好好跟美国去谈判 那当然他认为金正恩的目的 也只是叫 刺激美国 让美国尽快跟他 产生一个谈话的管道而已 所以呢 他要劝他说你不要做得太超过 因为你做得太超过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弄了自己下不了台 到最后 你反而让北韩陷于无可救药的地步 所以他会建议金正恩说 其实你是非常喜欢美国文化的人 不如你 趁这个机会跟美国打开一个渠道 那你以后慢慢沟通 你也可以引进更多美国你喜欢的东西进来 这样对北韩人民不是更好吗 所以说 战争是绝对不需要 那金正恩也不想要 他只是要借这个机会 打开另外一闪门户而已 北韩这边的问题还没解决 钓鱼台这边正在升温当中 看看这个钓鱼台 小小的一个钓鱼 在今天的时候 可是所有的船舰 全部集中在钓鱼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日本极右派人士 开着小船往钓鱼台前进了 在这个时候 在中国大陆的海监船 也派出了八艘跟日本海上保安厅 开始对决 没有错 其实钓鱼台的这个问题 在最近 这段时间里面 中国大陆 日本跟这个中华民国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一直对主权都有争议 那比如说以日本来讲 因为他吃定了 就是说美日安保条约里面 他认为说 日本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部分的 他这个所谓的管辖权 所以呢 日本在那个地方就布下了防线 可是这对所谓的 要维权的这个中国大陆来讲 他会觉得这个防线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今天呢 就爆发了 就是从日本国有化这个钓鱼台 之后最严重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有八艘的中国海鲜船 进入了钓鱼台 你看海鲜船 画面上面可以看到 没有错 而且他这个有八艘接近之外 有三艘甚至冲进了十二海里里面 对 根据报导 几乎接近是在两海里左右的地方 所以已经非常的深入了 那这个是从去年 这个海鲜船最大一次的巡航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巡航的动作呢 因为日本有一个右翼团体 他们有组织了八十个人左右 搭了十艘的渔船 从日本方向出发 他们要到钓鱼台是宣誓主权 那这个极右派的团体 事实上在去年 他做了一个更大的动作 他召集了超过一百五十个国会议员 到钓鱼台去也说要宣誓主权 不过日本政府当时有劝他们 就是说你不要登上钓鱼台 那今天中国大陆在得知说 这些右翼的分子 又要跑到钓鱼台去的时候 他们就出动了八艘海间船出去 你看这艘船 这就是右翼分子的小船 你看这么小一艘 但是这边呢 这艘是中国的船 另外后面呢 又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这艘也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今天根本就在钓鱼台外海 大家在玩演习 对 因为这个日本的右翼分子 他们坐着这个渔船去嘛 那日本海上保安厅也觉得说不行 他是日本的国民 所以他们也要出去保护他 所以你就会看到 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 他也出动了船舰 那根据报道 他也出动了十艘 所以你就看到画面上 就等于是似乎就有点像是 在一种军事对抗的那样的状态 那像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今天在钓鱼台 因为以前日本有时候会讲说 中国大陆侵入这个海间 海间船会侵入领海 你看他的海间船 还不只是单纯的海间船 那上面是配有机枪的 所以他是有武器的 那在这样的冲突下面 最后的收场就是说 这些渔船后来就撤退了 他们并没有登上 也没有再接近 那就中国方面 他们认为说 他们已经获得了一次的胜利 把这个日本的右翼分子给驱离了 但是你知道 我们在之前曾经有提到 就是说在这个马关条约 纪念日的时候呢 中国的南海舰队 他曾经大规模的 到钓鱼台那边去宣誓主权 舰队到钓鱼台的时候 意味其实有两个方向 也就是说 大陆可能会在这个海洋维权的部分 会采取所谓的二合一的行动 二合一 什么叫做二合一呢 一个就是一个民间的维权 那这个维权可能就会结合 所谓的东海跟南海 现在他们这个民间 所发起的维权行动 这是一个一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他会做什么呢 他会将整个海军的 常态化战备巡逻 也给建立起来 那海军投入这一个 这一个护权的 维权的动作里面 他会用哪一些方式 比如说他用战备巡逻 或者是说用远洋的 远海的训练 或者是海上的执法力量 那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说法 就是他可能本来是一个松散的 维权归维权 海军归海圈 但是呢 现在中国大陆 他决定把那个拳头给握起来 也就是把这所有的力量给集中 那今天只要有任何日本方面 再去强调说 钓鱼台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中国大陆 就会把这个力量取得起来 变成什么 叫做维权双保险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这样的做法对日本来讲 他不见得是能够接受的 你知道之前日本也为了 为了这个钓鱼台的事情 跟中国大陆曾经发生一些的纠纷 而且甚至影响到日本的经济方面 所以之前日本首相呢 他也提出来就讲说 好 中日两国不要为了钓鱼台的东西 去影响我们正常的经济的发展 如果钓鱼台的这个主权问题不去解决 而维持在现在的这样的状态之下 如果任何一方在这个 这个节骨眼上面 或者在这样敏感的地区里面 去做挑衅的行为 会不会有哪一方 他今天按捺不住了 或者是在插枪走火的状态之下 酿成了一个战争的局势 或者让整个这个东北亚的局势 更加的升高 当然就会成为大家观察的重点 钓鱼台这是一个火药库了 因为今天海监船到达之下 海上保安厅也前往去对峙了 可是我们注意整个西太平洋的几个国家 这些国家在现在这个时候 都开始发展大型的远洋的舰队 还包含了滨海的战舰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时候 大家都发现到海底下的物资 海底下的矿物 海底下的石油 甚至是可燃兵 都是未来国家最重要的利益 我们先讲 这些海洋利益 除了石油以外 各位了不了解 现在南海他也发现 有可能蕴藏稀土矿 因为南海盆地 它是一个古路区 古路区它通常就有稀土矿 那稀土矿 是我们讲的21世纪的战略资源之一 为了争夺这21世纪的战略资源 整个亚太地区 坦白说 现在都进行了海军造舰计划 从美国国防部的调查资料里面 可以知道 他们讲 全球16个海峡 大概有4个重要的海峡 是在亚太地区 你知不知道 整个亚太地区已经是全球 浅见密度最高的地方 地下就是水下战场密度最高的地方 除了水下战场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说 亚太地区也展开了相关的造舰计划 在未来的国防支出 及海军海事安全的开支中 它占26% 其中中国大陆还要再建造 4艘的航空母舰 澳大利亚也有可能 建造一艘的航空母舰 那东盟其中的一个国家 也要建造航空母舰 那这里面除了航母以外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要造舰172艘 韩国145艘 日本74艘 日本74艘里面有直升机母舰 中国的172艘有4艘的航空母舰 那韩国也有可能 也要造航空母舰 就是说世界各国造航母以外 又造潜舰 就是让整个东亚地区 现在已经埋下了不定时炸弹 那更重要的是 中国大陆已经宣称 它辽宁号要准备出港 要到哪里去 要到哪里了 要通过琉球海域 就是宫古水道 百名又要通过琉球海域了 他要到关岛进行远洋训练 当中国大陆它通过了这些远洋训练以后 未来很多专家预判 它的辽宁号应该会从北海舰队 调到哪里去 调到南海舰队 做中国的第一艘作战实验舰 而这个作战实验舰 它的威慑区域就是南海跟东海 西太平洋各个国家现在这个时候 都要扩展他们的海上的军舰的威力 还有数量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海权的伸张了 而海权的伸张 真正在西太平洋上 现在唯一可以横霸西太平洋的 当然就只有美国了 美国现在的航空母舰 最大的级数就是米米兹级的 但是它现在呢 最新款的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在今年就即将要下水了 米兹级现在终于全部都成军了 总共是十艘 最后一艘乔治布希号 今年将会成军 所以尼米兹级的建造 已经完成了 这个时代宣告结束 但下一个时代就要开始 福特级 福特级是最新的 福特级新在什么地方 你刚刚我告诉你 以前一个钟头可以飞四架 我举这个例子好了 我举例 一个钟头飞四架飞机出去 以后福特一个钟头可以飞五架 这样你就懂了 其实多得多 但是让你知道说 原来它可以 它的速度放飞机 就是飞机起降的速度 可以提升25% 甲板作业时间缩短 对 缩短非常多 然后呢 它的电力供应 福特级将是尼米兹级的三倍 它电力供应这么充裕 因为它换装了A1B的核子反应器 那我们知道尼米兹级都是用A4W的反应器 它现在这个反应器 完全是全新的陶瓷反应炉设计 所以它能够提升三倍电力 然后最重要的改变是它的箭桥 大家看到它的箭桥跟尼米兹级完全不一样 尼米兹级是一个方形的箭导 它是一个什么 缩小板但是变成什么 变成正方形的 而且往后退 对 往后退 以前它都是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往后退之后 前面的甲板变大了 对 知道吗 也就是说可以作业的飞机变大了 那将来本来有1 2 3 本来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升降机去掉了 只剩下三个升降机 又可以使飞机更加的顺利起降 所以这个就是福特级它最大最大的改进之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讲了 到底福特级有什么新东西新玩意儿呢 你看 它跟尼米兹级的大小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是庞然大物 相当于4.5英亩的面积 在整个海上 这么大 对 那它会装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已经知道的 公洋飞弹跟方针快炮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我们上次说过的 电磁轨道炮 电磁轨道炮也要装在这航母上面了 还有高能的雷射武器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将来这艘船出来的时候 一定大家会非常的惊艳与讶 因为跟你所见过的传统式的航空母舰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风情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到 到底福特号的最新的改变是在什么地方 改变就是在立刚 你知道航空母舰怎么把飞机弹出去吗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弹射器了 尤其是蒸汽弹射器 对 蒸汽弹射器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蒸汽 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一架 我现在手上的 也在大家画面看到的 飞机给弹出去 因为一架飞机要离开航空母舰 它要多大的力量 我来跟你说 通常一架F-18战斗机 从哪里 从航空母舰上飞出去的话 它一分钟要用掉一千加仑的水 这么多 才能产生足够的水蒸汽 一千加仑也许 但一千加仑可能各位观众没有概念 好 相当于三千八百公升的水 那我们拿我们的车就知道了 我们的车大约都是五十公升 对不对 五十公升到三千八 是多少水才能把这一架 F-35给推上天空去 所以说 其实F-18的飞机员 常常一直在调侃说 C-13I弹射器 也就是像美国通用的弹射器 这个弹射器 十艘航空母舰都在用 它说这个蒸汽弹射器很强 没有错 用掉太多水了 然后呢 用太多水了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它一出去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 航空母舰飞机起飞的画面 就是 它已经所有速度都已经 都刹车带着 刹车含着 这个时候弹射器 弹它出去的时候 是6G的力量 而且还要再加上 后燃器的力量 推送之下 让飞机快速升空 飞行员在飞机上 就已经很难过 为什么 6G 人可以承受多少 最多到9G 6G 然后 上 上的时候 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蒸汽弹射器 对 没啦啦 只剩2G 到最后面是要上升的时候 只剩2G 几秒钟之内 你的飞行员的感受 会非常的剧烈 明显 因为 一出去到最后 要靠飞机 自己的本身的力量上去 所以这个就是 电磁弹射器 它最大的优点是 从 开始发动到出去 飞行员的感觉 只有2G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大家 大家记得 辽宁号吧 对不对 那辽宁号 为什么会跟福特号 扯上关系呢 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蒸汽弹射器 即将被电磁弹射器 给取代 因为辽宁号上 你看 这就是电磁弹射器了 对 这就是电磁弹射器 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电磁弹射器 这个画面 F35在多短的距离之内 它只大约在 70到80公尺 它就上去了 对不对 而且完全不用蒸汽 动力需求来说 电磁的力量 对 这是示意的画面 可是辽宁号上 并没有蒸汽弹射器 所以辽宁号也必须研发 像美国航空母舰 一样的电磁弹射器 为什么 因为蒸汽弹射器 有不可以用滑跳的方式 记得辽宁号是滑跳版 对 所以它必须要 也能够装上 电磁弹射器 它才能够 像F35和F18 有一样的 相当的5倍 筹载力量 才能真正达到 作战的性能 所以这就是 福特号 日新月异的地方 福特号航空母舰 新的航空母舰 当然要配载 新的战斗机 最新型的战斗机 F35 这个战机 要配载在福特号上面 但是F35的 技术设计上面来说 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克服的话 航空母舰 即使已经完成了 但舰载机 没有办法 顺利搭载上去 现在我手上看到这个 就是他们这个计划提出来 叫做F35型的战斗机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F35 它具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 我们待会会提到 它有这个全方位的 台中显示器之类的 可是现在根据 美国的占视防卫杂志里面 他就透露了说 这个F35 它虽然研发出来 花了将近超过 400亿美元的开发费用 400亿开发 对 没有错 而且这个开发费用 非常的庞大 庞大到连美国自己本身 可能都没有办法负担 所以找了很多的国家 一起来进行这项计划 干嘛 要大家一起分享 对 大家一起分担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 可能是美国的盟邦 以后他们也有意愿 来去买这个F35战斗机 好 可是根据 这个战士防卫杂志 它所公布的 这一个资料来看 F35目前出了 13项的性能缺失 而且这个性能缺失 几乎会影响到 非安的一个问题 好 举例来说 第一个 它的部分结构段的疲劳寿命 比预期还要低 疲劳 这样金属容易疲劳 飞机就容易掉下来了 对 其实每一个 你看金属看起来是很硬的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它都有一个寿命在 因为它承受一个高基点 还有高空当中的气压气流 都是对这个金属来说 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对 没有错 所以它根据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会设计好说 这个东西它就应该更换 结果没有想到F35的设计 却让这些疲劳寿命 比预期的还要短 那预期短的意思是什么 它的维修可能就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钱 第二个就跟它的飞行安全 有更大的问题是 它的油箱排出的油物 排出油物的一个油箱安全系统 它有毛病 什么叫做有毛病呢 其实你从画面上可以看得到 就说这个一般飞机的油箱 大概是在G1的上方的这一块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它会有一个 因为它在这个公油的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油物 所以以目前现在的飞机来讲 它会有一个被动式的排除油物的系统 结果F35 因为它是新一代的战斗机 所以它设置了一个比较复杂的 就是自动的排油物系统 那看起来很好对不对 可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 它经常要工作的时候 这个油物系统它不工作了 那糟糕了 飞机等一下半路就空中关车 所以就有美军的人他担心说 你这个飞机会不会飞到半空中的时候 如果有火花或者什么 甚至闪电从那边打过去 就引发了这个油物呢 很多人就会开始担心 这个安全上面的问题 那从这个状况回来看的时候 它还有什么 我们刚提到它的头盔显示器 你看到这个头盔显示器 跟我们印象中的头盔显示器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也不一样 我们传统大概都是一半而已 就你可以看到面罩是在这个位置 就它不是 它是整个你看 像不像那个星际大战里面 外星人一样 外星人存带的 你知道这一个多少钱吗 这个多少钱 200万美金 什么 这一个200万美金 就这一个就200万美金 这么贵啊 那大家会觉得说 这么昂贵的设备 它到底价值在哪里呢 厂商就讲说 这一个头盔显示器 它具备有360度的全方位视野 另外有什么 我们现在飞机上面 都有一个东西 叫抬头显示器 它放在这个整个 仪表板的上方这样子 所以我如果飞行员 要操控的时候 我基本上看这个位置 所有参数都会在上面 它不用低头 但是F35更先进 它直接把HUD 就是这个抬头显示器 坐在头盔里面 直接我从头盔里 就可以看到一切 所以你不管左转 右转 看前面 看后面 你都看得到 抬头显示器要显示的东西 这样的装备好不好 不错 还不错对不对 可是测试的时候 又发现问题 又有问题了 为什么它的图像不够连贯 图像 那糟了 时间delay就惨了 不够连贯 或许这个飞行员 可以凭它的经验去克服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它有一个更糟的 它在夜间的时候 辨识率更差 所以它等于是晚上的时候 戴上这个头盔之后 飞行员以后 可能变成跟瞎子一样 什么都看不见 那这样的头盔 有没有飞行员敢戴 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这么多 好 美军就想说 不行 我已经投入了 这么多的经费 然后去研发 现在美军开始检讨 就说 那我已经不是说 我要不要买了 而是说 那我是不是要少买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预计要买 2400架的飞机 那要花费这么多的钱 去买这些飞机的话 那问题这么多 没有飞行员敢飞 所以美军现在就开始提升 它就开始计划去提升 它旧有的机种 好 它计划提升什么呢 计划升级 1018架F-16战准 就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F-16型的战机 空军也有配备的 对 还有现役的 249架的 现役的这个F-15的CD 英式战斗机 那根据升级之后 它就会让这些战机 延长大概8到10年左右的寿命 那甚至呢 还会再更新 他们这个电子的作战系统 还有它机载的电子设备 那这些更新之后呢 就会让这个 这个现有的空军 它能够继续再浮行下去 美军现在在思考 F-35 我是否需要这么大的数量 因为呢 我这么昂贵的飞机 万一被一个廉价的飞弹 给打下来 成本效应怎么算 都不划算呢 但在中国大陆呢 他要改良他陆军的主力战车 99式战车 怎么改良呢 我要把炮管加长 炮管加粗 我现在的弹孔呢 要到达140毫米的弹孔 但是呢 这样子大的炮弹 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可说了一句话 大炮主义已经落伍了 是 因为最近网路上一直在盛传 你知道 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 994重型坦克 它其实从984开始就研发 因为为什么叫984 1998年那时候就已经开始 然后994 然后后来99改 接下来到99A2 最近传出一个消息说是什么呢 它原来都是一直沿用 这125毫米的滑膛炮 那现在 炮口径已经很大了 已经很大了 其实已经是 目前战车炮最大的 M1也才120 是啊 所以但是问题是 他觉得他的威力还是不足 所以现在有传出说 他可能要改成140 甚至152口径 天啊 但是俄国这个祖国武器库 的杂志的主编就在笑了 你现在什么时代 你怎么还在迷信这种东西呢 你做这个有什么用呢 因为很简单 你炮口径做这么大 你后面的机具 包括自动转战机这些东西 一定会变得更大 这会让你的坦克越来越重 越来越大 你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其实你的目标率越来越明显 那第二个呢 你要做这么大的话 你的炮弹都非常非常大 你能够装的炮弹数就会减少 对 那实际上对你的火力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而且就算你这样做了之后 你只是弄一个大无用的玩具 而且这个东西又会非常的贵 所以他觉得完全不切实际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装甲车 包括这种坦克 一般的装甲车 其实走的路线是什么 我装甲其实不要那么厚重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主动硬杀装置 然后我要观测 扫描 然后我能够随时随地 反应战场的整个状况 然后达成我的任务需求就好 所以并不是你装甲 越来越厚越来越大 那种怪物型的东西 其实对现代的战场来讲 并不是那么适合的东西 更何况呢 其实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波湾战争的时候 伊拉克的主力是T72 对 美军是M1A2 对 然后结果T72打到美军的坦克 是完全无效 那个炮弹都被弹飞 然后结果M1A2是一发 可以从头贯穿到尾 直接把它贯穿 然后整个车爆炸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美军用的是平柚穿甲弹 跟平柚装甲 用的是不一样的弹药 对 所以平柚就是 当我们在荷燃料 它燃烧剩余之后 生出来的这些 含了很多杂质的柚 然后我们来把它应用在装甲 跟穿甲弹上面 因为我们一般所谓的 我们一般大概使用的 一吻脱壳穿甲弹 你看 皮柚弹 对 非常可怕 打到战车的状况 是啊 因为我们一般所谓的 使用的一吻脱壳穿甲弹 通常是用污去做蛋头 你看这个爆炸起来 非常恐怖对不对 一般的污蛋头 你打到装甲板上的话 就只要对方装甲够厚 或是你遇到它的 爆炸反应是装甲 你的动能被抵消之后 你的蛋头会直接变扁的 就像蘑菇一样 可是你如果用了 平柚穿甲弹的话 你知道 因为平柚有一个特性 它遇到阻碍的时候 它会致锐 所谓的致锐 就是自己变尖 它会变得比原来还更锋利 所以它会钻得更深 直接更进入力 然后它另外一个效能是什么 它在钻进去的时候 它会产生3000度的高温 还加上高温喔 是 战车里头人都被烧死 是 驾驶室全部被烧死了 是 所以伊拉克的T7-2 遇到M1A2就会那么惨 同样的 它自己本身也应用了 平柚的装甲的时候 它装甲防复力更强 所以在富汗战略的时候 也发生过 你知道吗 美军自己有一台M1A2的 战车抛锚了 但是不想被人家俘虏了 它里头的资料 会泄密出去 所以他们就想要 用自己的坦克把它挤毁 你知道动员的三台坦克 就对它连续打 打了个半天后来 集不回 打不回喔 对 后来只好 在里头装炸药把它爆破掉 就是怕泄漏机密给别人 所以你看 其实平柚装甲 已经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它又不会太重 然后又有这么坚强的防护能力 又有这么坚强的突破能力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 已经发展那么大口径的散射炮 那是没有意义的 那如果我们听到 这样子就觉得 现在科技进展很厉害 其实错了 现在还有更可怕的科技 叫做什么呢 叫做Active 这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隐形斗篷 大家有看过哈利波特吗 斗篷衣车 看不见了 你就看不见我了 对 那现在我们这个更厉害的 比隐形斗篷还厉害 因为它不但可以让你看不见 它甚至有的时候 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 我可以把坦克车 尾装成一头牛 或是一台轿车 这样子啊 让敌方完全雷达 或者甚至乌尸都看不见 人家对你就完全 完全没有办法反应了 因为我看那头牛 我用战车报答应该 我热血像仪都看不到你了 对啊 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 它是利用LED的显像效果 然后造成光线折射 然后去转移成 它希望让你看到的图像 那当然一般的 它会自动 侦测当地的环境的地形 然后包括冷热度 温湿度 然后它整个地形的环境 它去做最好的伪装 所以它可以隐藏在地形头 让你看不出来 那以前呢 我们要做这种东西呢 因为它耗能太高 然后相对体积太大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来 可是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到 像一个手掌大 一个六角形的 我们就一定可以缩小到这么小 这么小 所以现在只要一条坦克 装了一千片这种东西 我就可以完全隐形在 整个地形地物里头 你完全侦测不出来我 可是我随时可以打到你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这个是未来科技吗 不是 预估在很短的时间之前 这马上就可以伸展实施了 那所以将来的战争 又是另外一种风貌 21世纪的战场正是瞬息万变 飞机飞在天空中可以隐形 战车跑在地面上 你完全看不到它 未来的战争的模式 真的做改变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